最早的一件衣裳 现年66岁的胡德夫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原著名音乐人 上世纪70年代 他与杨贤李双泽 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 近日胡德夫的新书《我们都是赶路人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并与民谣歌手马迪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等在现场重新回忆起那段岁月 我认识胡老师应该11年了 不过是在歌声中 因为最初在听民歌30年的时候 突然他就露面了 我说怎么好像那么熟悉 却第一次认识 然后再往前去倒的话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滋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 台湾民歌的重要推手 因为这个杨玄啊李双泽啊 他们是并称为这个台湾民歌之父 很年轻就当之父了 因此你说台湾民歌跟我们这一代人 简直是太密切了 而且还有个延迟效应 就是说在台湾比如说70年代 然后到影响我们的时候是80年代 其实说民歌时代 我们从来 我杨玄李双泽就从来没有想过 尤其到今天回头看的时候 没有想过 那个时代是 是像慕言一样一拉就 你就看到了 或者就踏进去了 我们就不知不觉的 就走进去这样的一个 后来大家称为民歌的 这个摇篮时代 那李双泽在这个过程里面 过了很多年 也有其多的歌手 发表他们的歌 之后 在台湾所有的英文歌的 这个榜播也好 或者是电视节目里面也好 有半数都已经在发表 年轻人的歌了 那节目呢 已经有50%以上 都在慢慢慢慢的 在发表新出来的歌 那个也就是 真正的民歌时代的来到 在胡德夫看来 他一方面在写歌 一方面也在书写历史 对于他而言 音乐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比文字 更准确的描述方式 像原作民我们唱歌 其实我们的喜怒哀乐 都用没有用语惠去唱的 对 从这一点来看 那从同样的一个音谱里面 火海悠烟 哪路安 音海悠烟 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唱歌的 那就是一个音谱 它不是语惠 的时候竟然可以 可以十分地表达出你心中的 或喜 或爱 或乐 情怒哀乐 所以歌有这样的穿透力的 财新网 北京报道 财新网 北京报道